欢迎收看 勇闯神秘黄金国聚焦缅甸 我是舒孟兰 美国总统欧巴马 连任后造访的第一个国家是缅甸 日本外相麻生也去缅甸 大陆总理温家宝 现任之前同样要去缅甸 缅甸已经成为 全世界最受注目的国家 缅甸人口6000万 面积67万平方公里 是台湾的19倍 但之前游军人独裁统治 在国际社会消失了50年 现在才重回世界地图 你对缅甸的印象 除了翁山苏基 除了战乱 除了鸦片 还有什么 我们深入缅甸竟然发现 街头全部都是二手的旧车 但是一台车竟然要价千万台币 我们也发现了 缅甸人不使用信用卡 买东西都要用现金 买千万车子用现金 买上亿的豪宅也用现金 到处都可以看到 扛着一麻袋一麻袋 钞票的人在路上啪啪灶 但是缅甸国民所得 只有一千多美金 缅甸究竟是一个 怎样的神秘国度 请不吝点赞 许多佛宗 六線道推廣大陸 車水馬輪 英式殖民風情與人群妙語交織的西壤景象 這個似曾相識卻又陌生神秘的東聯亞國度 正是在地圖上消失50年 幾乎被世界遺忘的緬甸 這幾年變化很大了 主要就是這些路也寬了 2011年那個10月份左右開始 所以那也才到現在差不多一年而已 對 人形道這些就是很辣的 最近道路很漂亮 丹蘇 四十五歲緬甸第三代華商 家裡是中年邊境貿易大亨 自己則經營進口車零件 2010年緬甸頒布了新憲法 結束長達50年的軍人獨裁時代 正式邁向民主國家 國旗 國號全換了 低大城仰光更是以全新面貌使人 前面就是唐豪山蘇姬的部長 這裡就是翁山蘇姬的家 也是他之前被軟禁長達18年的住所 在從前軍政府的年代 這裡整條路都被用鐵絲網封閉 長達半公里 人車不得進入 而且有大批的警察監視守候 但如今緬甸開放了 翁山蘇姬被釋放 而這裡也成了陽光最著名的觀光景點 曾經是緬甸最高競技的翁山蘇姬 現在是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女性 一年多來 緬甸街頭鼠寶灘到處都是她的著作 和談論她的書籍 在緬甸主流報紙上 翁山蘇姬的照片和新聞也佔了絕大篇幅 而她所領導的反對黨民主聯盟總部 更成了國內外觀光客 朝鮮的個人化商店 這裡就是民主聯盟總部 現在也變成觀光景點 看到都在賣 翁山蘇姬的東西 T恤 蝶針 手機套 海報 書籍 DVD 都是翁山蘇姬的肖像 她是緬甸人的精神領袖 現在是最有緬甸色彩的經驗品 更是緬甸政府彰顯民主化 用來交換國際認可的最佳代言 她愛她 她愛她 她喜歡她 所以她把她的照片放在她前面 所以現在還可以嗎 在最後一年 那還可以 在最後一年 他可能被捕捉了 幾年前 很多人 我們不敢說話 所以我們要在咖啡店 我們不敢說話 我們不敢說話 比之前 你現在喜歡 你的總統 對 50-50 因為我們要等待 所以我們要等待 他太年輕了 所以我們要等待 所以我們要等待 你不要跳舞 因為民主化後 緬甸人接受諮詢的速度 已經跟世界同步 以前只有國音台跟政府的台 而已 現在可以看到衛星 所以現在總共電視有幾台 有幾個頻道 現在有 加緊那種大的話 差不多可以收到很多 差不多兩百多台吧 這是Star War 衛星 Star War 衛星 電影台 這個是電影台 胡思電影台 胡思 看過的節目 這個是財經台 看下CNA 你看CNA 緬甸新總統登勝 上台後例行改革 釋放政治犯外 更開放媒體自由 Facebook Twitter BDC和YouTube 曾經發表過不利緬甸形象的媒體 封鎖全部解除 就連一直接閉的海外地下電台 現在都能直接進入緬甸人的客廳 這個 這一台 這一台是什麼 它是國外播的 就是說這裡 政府 反政府的比較多 這個DVB 緬甸 緬甸的反政府電視台 然後你們現在也都看得到了 看得到了 民主開放 讓沉默半世紀的緬甸人 終於能大聲說話 緬甸人自由了 讓一向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我們 也得以一揮這個黃金國度的爭議 所以這樣子是505克 5克 然後這樣就代表多少 就是一張一克 就是50萬 因為這個面額是1000的對不對 1000 那如果是5000的呢 5000的就是250萬 這也100萬 所以100萬 100萬 這個也是100萬 這個也是100萬 對 哇 所以這邊total有多少 1300多 1300多萬 這裡 不知啦 2000多萬 這邊有2000多萬 2000多萬 那可是這邊其實也很多啊 對不對 因為這邊面額比較大 所以這裡一疊就是250萬 所以這裡四疊就有1000萬 緬甸人家裡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所有的現金都會放在家 而不存在銀行 所以像我現在眼前呢 就有4000萬元免幣 在緬甸軍政府獨裁時代 銀行說關就關 緬甸人 特別是商人 一點都不相信 把錢存在銀行 能夠萬而一失 因此在緬甸 大小買賣全要用現金 信用卡根本行不通 因此環境好一點的人家 都會有個放滿大碟大碟鈔 在銀行公司的銀行公司 這個小房間 是一個普通緬甸人家庭 拿來放錢的地方 安全理由 我們只能用照片顯示 但不難想像 如果是大富豪 秘密藏錢的金庫規模 可以大的像你我家的客廳 但一麻袋的錢 重到一般人扛不動 因此當緬甸人要買車買房 需要付出大筆現金時 就會雇用工人 扛著裝滿現鈔 幾千萬元的大碼袋 大街上趴趴躁 沒有賀槍保存 也沒有監視器 看在我們眼裡 簡直不可思議 但緬甸的不尋常現象 這還只是頭一樁 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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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講中文喔 會一點點 所以你有賣什麼 有很多東西 我看一下可以嗎 看一下 還有橄欖石 這個是什麼 橄欖石 這是紅寶 紅寶 這是什麼 翡翠 翡翠 對 這個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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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不要 借我看看 好可憐 這個多少錢 多少錢 多少錢 慢慢回來 慢慢回來 70萬免幣 對 所以大概是 一千美金不到一點 九百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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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百塊美金 等於差不多 九百美金 三萬塊太多 在路上耶 在喝茶的時候 他們就來交易 對 做交易 他們很多東西 你想要幾千萬的東西 他都會有的 這邊還有幾千萬的 對 都會有的 只是說他 就是你想要他們 就是很多 很有錢的人 都在這邊 一堆人在街上 坐著小板凳喝茶 原來不是聊是非八卦 而是談珠寶買賣 這裡的珠寶交易商 或是買家富豪 衣著普通 然後還外表名單 卻是人人深藏的樓 這很燙的 所以這是真的喔 對 這是真的 哇 你可以相信嗎 在這個街邊的茶館 然後竟然可以賣到這麼 昂貴的肥脆 這一串相信 這是真的嗎 真的嗎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所以他這一串會要多少錢 他說不老是來的 不老是來的 不老是來的 來的嗎 來的 怎麼來的 來的 多少錢 那個五千萬免費 五千萬免費 所以是多少美金 五千萬 六萬多 六萬多美金 六萬多到七萬 這個是他們這邊叫 萬一我上到店裡面 好 一般的珠寶店呢 好 就不值這個價錢 舉世聞名的緬甸寶石和匪費 沒想到過去幾十年來 很大部分都是在街頭上交易 每天這一條街 就會聚集好幾百人 交易商兜售 大買家尋寶 陽春的拿著手電筒 和一張白紙 就盤好了買賣 決定了價格 在那邊喝茶 就可以看到人家 就在我眼前珠寶交易 一旦有大客戶出現 買家就像蒼蠅沾到蜜 搶著線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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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大街上 用版面做的差寬 只有有這麼多支 像你媽 但在陽光非常好 整條街都是 差不多是上百三千人一個人 哇 那交易金額有什麼大 交易金額來講的話 看東西 有的是幾億美金的 độ 幾億美金都有可能啊 都有可能 街头交易珠宝的奇特现象 让我们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 但在缅甸买任何东西都要用现金 若真是这种百万千万的珠宝交易 谁又能真的搬着挤麻袋现钞 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我们爱货币 我们爱货币 我们希望货币货币 所以当我们货币货币 我们可以购买货币 我们也要开门 我们也要开门给货币 货币货币 一旦他们需要货币 他们可以购买货币 我们也会购买货币 然后我们买货币 货币货币 然后可能有20块 25块 每天有$35,000至$50,000 缅甸人爱黄金 仰东中国城 一条200公尺不到的珠宝街 竟然起了100多家黄金店 每天创造的黄金商机无法计算 但黄金最大宫的用途 对缅甸人来说 绝不只是在身上穿金带衣 这是一家没招牌 抄不起眼的小店 但可是缅甸的地下金融外汇中心 我们在台湾的链链链 你好 你会讲国语 对啊 国语 他们从云南那边来的 北部那边来的 就看老板从柜子抽屉 拿出一个粉红布包 打开来 居然是一块块 闪亮亮 沉甸甸甸的黄金条 我的天啊 纯金耶 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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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条 金条 这个有多重 一个 160多克左右 160多克 2公斤 2公斤 你说全部2公斤 这里 2公斤黄金 那这样2公斤黄金 要多少 可以换多少免币 所以是丁印的丁固的免币 十几万 十几万免币 可以换 十几万免币 十几万美金 十几万美金 十几万美金这里 美金可以850 十几万美金 十几万美金 9千多万美金 所以可以换9千多万免币 这个一千块 你有看吗 一千块的话 三千万可以 所以三千万一袋 三千万一袋 所以这个 这里的金块 就是有三麻袋 三麻袋 三麻袋 所以那 9千多万美金 9千多万对 所以三麻袋 所以那当然就是 很多钱的话 是太占定了